Lots & Lies Hello ęd亭们 大家好 今天小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大哥华春莉 最新在美宝连直播间里面 给我们带来一个欢乐 算欢乐嘛应该算 我们看的很开心 虽然这个是我第一次看 但是我可以保证这个一定会非常非常有乐趣 因为最近都没有大哥比较新的视频 所以刚好有这个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没有全程 我只是检查 最后帮主持人化妆的桥段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这一段吧 OK 大概记住了吗 但我压力很大 我这是 没事没事 我们花花也可以说 然后让化妆老师帮我还原 也没问题的 好啊 那我自己亲自来吧 其实 前面有一段 如果大家要看完整的话 其实这个主持人我觉得他是抱着一个 我们其实第一步 花花记的第一步是什么 粉丝的那个心态来专访 但是他没办法跨去 因为他是一个主持人嘛 他必须要受控他自己 但是他感觉又有一点失控 我开启了我人生当中 新的世界 突然一下感觉自己 我还有点紧张 手都开始抖了 我也挺紧张的 当你 先用点气垫 然后呢 又能 这个主持人 又能 嘴唇笑到都没有看过他闭过嘴巴了吗 太开心了他 嗯 就是 就是 老师你看到没有 我越迷你越迷 我很紧张 因为真的 我 我帮你 我帮你先涂一点点 我在敲我自己的搭灯 我在敲我自己的搭灯 我真的在出发 看到没有老师 是是是 他真的是发自内心喜欢人的感觉 对 但是 嗯 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要 我们要画的今天这个 这个妆是 非花妆 对 然后我先来给你 涂一点点这个 这个眼影 好 然后先涂一个 呃 哇 这个主持人 这个这个颜色 对 冬让老师是这个颜色 然后让他先在你的眼睛上面 嗯 稍微晕开一点点 然后 对 老师你这个手势 我又想到了 我就是从天哪 可是 哈哈哈 对 对 今天我化身成为这个 美妆老师 对 对 美妆博主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 再来 这个主持人真的太兴奋了 稍微深色一点的这个 哇 真的记得住 花花真的记得住 因为我自己也 我 我自己其实给自己化妆的时候也是这个步骤 哦 你会给自己化妆吗 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录节目 然后比如说录一些真人秀啊什么的 然后 嗯 像在国外的时候 可能 嗯 我们的 化妆师不能随时在身边 然后可能我们有时候会自己起来 打员会说 哎 你们自己能不能自己化个妆吗 哇 哇 哇 然后就就也有学习了一下 接下来这一步就是我们要画 就稍微的 在你的 这个 睫毛的这个 这个 根部这一块 然后要 稍微的加深一点点 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更有神 感觉有 我有样的 OK吗 OKOK 来了 一点点就好 哎呀 哎呀 哎 是不是有岩石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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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我刚刚感觉到 好像在眼头这里画一点点 加深一点 然后眼尾这里 可以稍微的拉 拉长 这些人可以不要那么烧 哈哈 他真的太兴奋了 你知道吗 下面就到我们的眼线了 对不对 对眼线 眼线就要用我们的这个小金笔 对 那我那我只给你画一半 还没有另一半 有 没问题 也没问题 本台小金笔 就笔尖就很细 嗯 然后其实你 你会其实很好找 即使是忙晃的话 你稍微 错一点 他其实也能 也是能 有那个修改的空间 对好 没问题 老师你说 我这个手现在就是你的手 好 那就就在你的那个睫毛 这个根部 根部 从中间 从中间 往两边拉开 往两边拉开 对 尾巴稍微画一点点 哦 画一点点 然后拉过去吗 我来 我来帮你稍微扶一下下 尾巴这里 好 我来提升一下 好 哈哈哈 Chaos 可不可以那个打个步ulp 画过去 这个都有可能 洗还是要卸妆 要护肤的 我不需要了 从今天开始 我就永远顶这个妆 把这个妆纹在我脸上 那真的 那也行 真的 直接去拷贝一下 对 没错 确实 来 我们接下来就要画这个角 对不对 我们这个飞牛妆 飞花妆 还有说我们这个融合的豆牛妆的这个角 我看到啊 这个角其实就很好玩 诶 有吗 诶 我觉得这个妆其实真的很特别 很特别 因为最好是一个 它是个空的就是对的 啊 应该是个空的 对 哇 我觉得这个妆很适合我 是 我也觉得很适合你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当然 谁帮你画 我来 飞花妆再请就座 对 飞花妆再请就座 我先让我先画一下 但是我感觉这个组织的这个人 他给那个额头对画一个擦擦 他都觉得这个妆很适合他 我是你 就是你觉得你点评一下今天你画的这个妆 我今天画的这个妆 对 就是很怎么讲 就是还蛮蛮 蛮就是说很多女生其实都都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那其实像这个斗牛妆 其实是如果喜欢 有有就是特别一点的话可以画这个斗牛妆 对 一般像这种飞花妆其实就是 其实主要就是很适合女生在夏天的时候 然后呢 嗯 就是像简单一些 然后呢 但是又很很有质感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飞花妆是很适合大家的 对的没错 因为其实这个妆容它不会非常的夸张 嗯 然后呢像我这种欧美妆也可以去尝试 它是淡妆农妆都可以有一点小小的心机 对 而且它会有 对 而且就像华晨宇老师的歌一样 它是很深的一个层次 就是你每个人看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嗯 对不对 有些人会看觉得你还蛮有气质的 有些人会觉得哇哦 你是想要给我表达什么 对 就是你想要勾我的魂是不是 就是那种感觉 你觉得你自己今天这个挑战成功吗 嗯 算成功吧 我觉得很成功 老师 那我们的化妆老师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的我们的御用化妆师 你觉得成功吗 我觉得非常成功 我觉得太厉害了 我觉得今天这种花花也是打开了一个我们新的世界 我还在流汗 今天也是我一个新的世界 我想到这个世界永远不要回来 真的我觉得太太难忘了 那其实也想问一下花花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就要到尾声了 嗯 对 那这一个妆容 我们的一个重点和核心 能不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简单讲一句一下 简单就是 主要就是用我们这个 就是新世界这个礼盒里面的一些 就是它里面的产品 然后就是首先是FITME的这个气垫 然后用它的这个所有的眼妆 然后就是涂一些眼影这样的 因为其实它这个你像我会直接就开始先涂眼影这样 然后就是 最后就是用我们的小金笔了 对 就是对 然后小金笔其实就 随便描两下就好 简单就简单就好 对对因为它就不会出错 对它很它其实 因为它很精细 所以说 出错的几率其实很小 对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出错 对的 为男生都不会出错 绝对不会出错 对 对 这是肯定的 那其实 那这次我们一起合作了这个美宝莲的这场直播 你觉得合作还愉快吗 当然 很快乐 真的吗 对 然后大家 就是都在期待 你做everything 我们都期待 然后呢最后再催一句直播 他想说让你安排一下 然后花花的化妆技术也是非常的厉害 以及说我们这次美宝莲合作这么的愉快 对不对 对 那我要非常非常感谢花花 而且今天晚上我也不洗脸了 那花花最后再跟大家就是说声再见吧 希望大家今天看完之后 能够喜欢这一次我们美宝莲出的这款最新的这个产品 然后也可以期待接下来美宝莲也会出更多让大家喜欢的产品 然后呢 也最后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睡一个好觉 对没错 非常非常感谢花花 真的非常感谢花花 那也非常期待花花接下来的一个新的作品 我们都很期待 对非常非常感谢花花 那我们花花我们稍请旁边休息 对我们今天就 OK 对对 花就下班了 拜拜 拜拜 组织的完全已经 你要吃好穿好 好好好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花花 好好好 帮助我们的花花 非常非常 你是非常使不得她走就对了 对不对感觉她是真的不想这个时光这么快就过去 她比我们还要兴奋还要紧张 因为她是第一线的离她最近 她太幸运了 真的太幸运了 我看到这个视频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位主持人我还蛮喜欢她的 因为我觉得她是真的是发自内心是喜欢华晨宇那种感觉 她不是那种可能说为了配合节目就必须要装跟来宾就是很熟啊很喜欢你那种感觉 有些你真的是看得出来她就是伪装的 但是毕竟她的工作是主持人我们就不想去揭穿她而已 但是这个完全是不一样 这个你可以非常非常能感受到她真的是从内心里面那种兴奋感啊 完全是那种抱着一个粉丝的状态来的 真的是那个喜欢的那个从心里很想笨出来的 但是她没办法跨出那一条线 因为她毕竟是主持人她不能太过于怎么讲 疯狂了 你可以要控制一下 但是我全程看到真的是快要失控了 真的快要失控了 我包括大哥帮她化妆的时候她是已经完全完全已经失控了 快要忘记她的工作你知道吗 那个嘴角是完全没有下来过的 没有下来嘴巴也没有合过 但是那个互动我看起来是很很开心的真的很开心 包括大哥她自己出生这个事情不是她的专长啊 但是讲讲话讲起来解释起来也是就有点难倒她的感觉 但是至少她是开心的 看起来她也是开心的 好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